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为时已晚 张灵得知崔素琼被选入宫 悲愤而死 明王叛乱平息后 崔素琼被送回原籍 去张灵坟前祭奠 也殉情自尽 本书共七十页 由明家韩和平和静 共同绘画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好 精彩马上开始 请不要离开 明朝正德年间 苏州出了个有名的才子 名叫张灵 他容貌俊秀 才华过人 能诗善话 风流倜傥 性情豪放 张灵早年就很聪明 十三岁应童子科考试时 就考了第一名 但他对科举制度 和八股文章十分鄙视 自这次以后 再也不去应试了 张灵非常崇拜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 他自比李白 每天喝酒吟诗 不肯随便结交朋友 别人也不敢随便和他接近 只有很有名望的唐伯虎 看中张灵的才气 两人虽然年龄相差不少 但意气相投 终于结成至极 一天 唐伯虎问起 张灵的婚姻大事来 张灵有些害羞 顿了一下 说道 呃 唐兄啊 你是知道我的 除非是西乡记中的家人 崔莺莺在世 其他人 我是一概不会娶的 唐伯虎懂得了张灵的意思 笑着说 哈哈哈哈 那好 贤弟 我一定物色一个 像莺莺那样的家人来配你 说吧 两人都笑了起来 一次张灵听世童说 唐伯虎和柱之山在虎丘艳客 他非常想去参加 然而他未被邀请 不好意思贸然前去 便想出了一个主意 张灵换了一身破衣服 赤着一双脚 扮作乞丐 一路行起到了虎丘 虎丘山上亭台楼阁之间 坐满了宾客 张灵见状便整了整破衣衫 高声地唱着道琴走了过去 张灵每到一处便向宾客礼貌地说道 客官 请赐一杯酒吧 宾客们见他眉清目秀 面貌俊美 不像个乞丐都争着给他酒菜 有些商骨故意耍弄张灵 要他写字复诗 张灵并不在意 只见他拿起笔来 随意一挥就是白手 商骨们看着 惊讶不已 张灵远远地望见唐伯虎和柱之山等人 聚集在可中亭内 他便高声地唱着道琴 走上前去讨要酒喝 唐伯虎早就看出了他是张灵 为了让张灵在众人面前显露一下才能 他和柱之山悄悄约定 假装不认识 唐伯虎见张灵走来 故意地大声说道 好个大胆的叫花子竟敢如此无礼到这里讨酒 不过看你可怜 如果你能就吴时轩输成一绝句就赏给你 不然可要打射你的腿 张灵并不答话 只见他卧笔疾书很快就成绝句一首 圣祭天成说虎丘 可中亭叛足憨有 吟师起让 升功法 完事如何 不点头 作罢又放声歌唱了起来 唐伯虎见张灵这副神器不禁大笑起来 上时间 席间的宾客们对张灵的才气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们一个个面面相去感到十分惊奇 唐伯虎叫张灵坐下喝酒 张灵毫不客气喝得鸣顶大醉 喝完酒 他抖抖衣服 也不向宾客们打招呼 唱着歌 静字走了 张灵一离席 唐伯虎就兴冲冲地画了一幅张灵行起图 朱之山也来住行 随即在图上提了字 正在这时 有一位白衣宿官的老翁走来 原来这是南昌近史崔文博 他在于县教书 现在辞职回乡 路过苏州 是仰慕唐伯虎之名而来败忘的 崔文博见到这幅张灵行起图 观赏良久 他爱不释手 对张灵的才貌品行赞叹不已 唐伯虎见他喜爱 便将此图赠给了他 崔文博得到了张灵行起图 欣喜万分 匆匆回到了博船的地方 不想 船已驶离河岸 叫了好久 船才回到岸边 原来 崔文博有个女儿 名盈 自肃穷 天资聪颖 容貌美丽 因为母亲刚刚去世 她跟随父亲乘船运灵就回向安葬 这天 崔文博去拜访唐伯虎 苏雄听到岸上人声喧闹 出于好奇 打开了窗户 他一看 原来是一个正在歌唱道琴的乞丐 一刹那间 乞丐猛然也看到了崔苏雄 他望见眼前如此端庄美丽的姑娘 不禁急不登上船头 在船窗前跪了下来 自称是苏州才子张灵 崔苏雄叫他离开 他不肯 后来 徒人把他推上了岸 并将船驶离了岸边 崔文博回到船上 听女儿说起这件事 连忙把那幅张灵行企图打开 说 傻丫头 你刚才看到的那个乞丐 正是这画中之人啊 说吧 将真情详细说给他听 苏雄恍然大悟 对张灵 顿时产生了爱慕之情 崔文博甚是喜爱张灵 原想托唐伯虎和柱枝山作梅 把女儿许配给他 不料生了几天病 不能起床 只好回南昌再说 这幅张灵行企图 也由女儿收藏在乡中 张灵自从见到崔素琼 一见钟情 便到虎丘去探访 他访了很久 才知道崔素琼已返南昌 狠觉失望 一天 张灵去拜望唐伯虎 只见唐府门前 有车有马 一打听 原来是江西宁王陈豪 派人来接唐伯虎去江西的 张灵见了唐伯虎 就把思念崔素琼的情谊 告诉了他 并请唐伯虎 在南昌代位探访崔素琼 唐伯虎高兴地答应了 宁王陈豪野心很大 蓄意背叛朝廷 他仰慕唐伯虎做的诗画 想叫唐伯虎画幅十美图进献 以骗取朝廷的信任 当时 陈豪只找到九个美人 唐伯虎也就画了一幅九美图 并在图上提了诗交给了陈豪 陈豪见了九美图非常欣喜 他专门设宴请唐伯虎 并邀了一个名叫季生的作陪 季生见了九美图眨了眨眼 对陈豪说道 宁王殿下 这九美图果然非同一般 但十美缺一 岂非美中不足也 在下可推举一位美女 画个十美 您看如何呀 第二天 季生向陈豪献上了一幅美人图 图中的美人不是别人 正是张灵日思夜想的崔素琼 陈豪见崔素琼长得美貌动人 赞不绝口 他当即命季生 把崔素琼照进宫内 崔素琼的图像 怎么会到季生之手呢 原来崔素琼的财貌过人 在南昌城前来求婚的人络绎不绝 但都被一一回绝了 季生听说崔素琼财貌出众也仰慕不已 于是他用重金收买的一个女画师到崔家去 把崔素琼偷偷画了下来 季生见了崔素琼的画像神魂颠倒 想方设法向崔家求婚也遭到拒绝 因此他对崔素琼怀恨在心 这一刻 陈豪要征集美女 季生就仗着他的权势 威逼崔文博把女儿交出来 崔素琼被逼得悲愤欲绝 一纵身想跳楼自尽 却被季生给拦住了 崔素琼百般无奈 只得从箱子里取出张灵行企图 在上面悲愤地提了一首诗 崔素琼把图交还给父亲 悲痛地说 爹 我愿将图和诗句回复蟑螂 让他知道 世上还有我这样的痴情与此 崔素琼被送进了宁王宫里 陈豪一剑大为赞赏 忙叫唐伯虎重新绘图提师 作为实美之首 其实 唐伯虎早就看到 寄生献出的崔素琼图 暗中模仿着画了一幅 如今 他才知道 崔素琼就是张灵托他访球的家人 崔素琼听说为他画像的是唐伯虎 心里一动 他想起父亲曾经告诉他 画张灵行企图的是唐伯虎 于是他给唐伯虎写了一封信 表达了自己对张灵的情谊 唐伯虎读了崔素琼的信 非常惋惜便私存着解救崔素琼的办法 唐伯虎想起张灵的嘱托 急急忙忙溜出宫来 去拜访崔文博 想共同设法去营救崔素琼 崔文博本来就有病 他眼看女儿被抢选入宫 又气又急 病就更重了 这天 崔文博见了唐伯虎 病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哆哆嗦嗦的托唐伯虎 把张灵行企图和女儿的诗带给张灵 唐伯虎回到宁王宫里 听说选中的那十名美女 已经送往了京城 挽救崔素琼的计划落空了 唐伯虎心灰意冷 决定告辞回家 可是 陈豪看中了唐伯虎的才气 尽管唐伯虎多次请求回家 硬是不放 唐伯虎没办法 只好装疯 时间一长 陈豪只得派人送他回去 唐伯虎回到家里 闭门谢客 足不出户 过了些日子 才决定去看望一下张灵 这时 张灵十分想念崔素琼 也很想跟唐伯虎在一起谈心 他成天闷闷不乐 不多时就病倒了 这天 唐伯虎来了 张灵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 急忙向唐伯虎询问崔素琼的下落 唐伯虎取出了描绘的素琼像 张灵一见急忙放在案头下重跪拜 他嘴里禁不住地说道 才子张灵拜见崔素琼小姐 唐伯虎不忍 他顿了顿才慢慢地把崔素琼已被选入宫的事说了 张灵一听 惊呆半想 放声痛哭起来 随后 唐伯虎又取出张灵行企图和崔素琼的提示来 张灵独霸提示哭得更为凄惨 他口中大呼素琼的名字 吐血不止 过了几天 张灵自知病重 请唐伯虎来见最后一面 他悲伤地对唐伯虎说道 兄长 待我死后 请你将崔素琼的画像和我葬在一起吧 说吧 张灵要了一支笔 在纸上悲愤地写道 张灵自梦见 为殉情而死 血罢将笔放下 悄然死去 唐伯虎见张灵死得如此凄凉 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他按照张灵的愿望 把崔素琼的画像和张灵 一起葬在了玄墓山脚下 这时 陈豪叛乱被平定了 崔素琼等十位美女都被送回了园集 崔素琼回到南昌以后 知道父亲已去世 便决定同老婆崔恩 上苏州去找张灵 崔素琼设法找到了唐伯虎 一开口就问张灵的情况 唐伯虎听了 悲痛地几乎流出泪来 他感伤地说道 唉 张灵是为了你 郁闷成病 吐血而死的 崔素琼听了一阵 不禁失声痛哭 唐伯虎劝慰了一番 决定陪他去张灵墓祭奠 第二天 唐伯虎陪崔素琼来到了张灵墓前 崔素琼穿了校服 浮在杯上哀声痛哭 崔素琼将张灵行企图悬挂在墓前 放好祭品 点了香烛 然后 他端坐在墓前石凳上 一遍遍地读起他的诗稿来 他读一篇 哭一遍 十分凄惨 唐伯虎和崔恩在一旁 见崔素琼哭得心碎 于心不忍 背过身子 躲了几步 崔素琼不停地痛哭着 突然 他一头撞向池杯 顿时血流满地 唐伯虎和崔恩赶忙赶到墓前 崔素琼已断了气 唐伯虎把崔素琼和张灵合葬一处 还把张灵的诗稿和刑企图 一并放到崔素琼观中殉葬 这个七晚的爱情故事 迅速地传遍了苏州城 人们都很同情和惋惜 这一对殉情的青年男女 所以 当时到张灵崔素琼目前吊艳的人 络绎不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